中国政府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 就一直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 甚至是给出路 给这个蒋介石父子政治地位 以这种方式来和平的解决台湾问题 这种尝试进行了20年 最后还是没有获得成功 到邓小平时期 其实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 你需要大量的外资进入 首先进入的是带有帮汇色彩的 鸿门的资金 然后就是香港的一些 曾经帮助大陆走私过军用物品 在朝鲜战争期间 对中共起到巨大帮助的一些港商 这些港商说白了也都是白手套 他们挣的钱不仅不合法 而且都带有红色基因 那么完了以后台商也逐渐的进入了中央 国际社会呢 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的发展 并不是崛起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和平崛起 所以说你说那个习近平说的那个狮子 和平的什么 温顺的狮子 胡扯带 马戏团的没有温顺的狮子 对吧 驯兽狮子老大 被狮子在演出中咬掉的例子 都有 所以呢 邓小平开始实行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他其实就是走的 列宁最后放开的这个新经济道路 就是可以掺杂一些私有制来 不要搞完全的这个社会主义 因为这个东西玩不下去了 他经济已经破产 混不下去了 被迫的 这不是有意义 不是邓小平的思想有多么先进 而是当时中共要突破一个困局 其实这个决定呢 他只是执行者 他会干 他会玩 会把这个政策执行下去 开创这个协定的 开创这个 叫什么 后来有一个定义 叫杨耀进 学习这个西洋嘛 是谁呢 是华国锋 所以很多人他 不太搞得懂 有些时候老把一些东西张冠你带 张冠你带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们 第一不关心实证 第二反共 觉得共产党的官都是笨蛋 所以呢 谁都是笨蛋 但其实我告诉你 爬到高位的人没有笨蛋 你不管他是立陶太也好 还是什么 劣币 驱逐良币也好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他能活下去 他能玩下去 他这个官僚体系中 其实是有精英的 可能他学历并不够 但是他玩心眼 耍拳术 这种党文化的 熏陶 他绝对不比一般人差 能够做到省部级 做到中央一级的 不仅仅是靠钱的 就算你说 他有一个红色身份 他有红色基因 那也是这么多 红色后代中 被选拔出来的一些人 所以呢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 这些领导人 就没有办法完全走 武力来解决 台海问题的 这么一条路 他们只能在开放的同时 保证尽可能的和平统一 而不走向武力 这个尝试我们知道 一直到 江泽民时代 到江泽民时代 曾经有过一次 主下 甚至呢 军事演习 极有可能演变为 真实的军事行动 就这种思路 在中共内部 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 和平统一的呼声 是全社会的 但是从执政者的角度上来说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鼓励 鼓励的这么一个 练的 甚至行动方案 更新的 都已经有很多次了 我们知道 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时代 出过一个间谍案 贺勤有一个少教 出卖了这个 空包弹的这么一个信息 最后被枪毙了 台湾内部 军情部门 对这个事很反感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不顾情报员 尤其是高级情报员的安危 不明智的 泄露了情报的 真实的来源 因为你说的话 直接就能导致 对方 调查的范围的缩小 因为台湾军情部门 本来的工作对象 是曹刚川上将 功愧一愧 其实作为台湾当时的领导人 李登辉来说 使用情报 牺牲一个高级情报员 甚至被破获一个情报网 把绍康专案 搁置下来 这个代价 并不大 因为它要稳定的 是台湾的局势 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 它是有取舍的 你不管它的选择 是对还是错 不做决定 才是下策 那么这个问题呢 确实影响到了 中共内部的政策 所以 从胡锦涛时期开始 和平统一的这个呼声 就越来越轻了 到了习近平时期 他是真的 脚踏实地的去做准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说过几个东西 首先你天上要有一套指挥系统 你的北斗 要能用 2020年 它是一个时间点 是吧 2020年 北斗的这个铺点就结束了 全球范围内 它就可以用了 第二个呢 中共经过着十几年 囤积的 所谓的这种 高性能的武器啊 就是针对台海是足够了 因为它是一个 两栖登陆战 毕竟台湾海峡很窄 你无论是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 这个船造的也差不多了 是吧 这个低效飞行器啊 就这个气垫船造的也差不多了 运兵也好 运武器也好 地对地导弹的 这个宝核式攻击 它这些准备工作 都已经做好了 预警系统它有了 陆军和海军 都能过去了 空军 它在短时间内 可以形成一个战场遮蔽 针对目前的 台湾的这个空军来说 歼20和歼10 这么一个高低配 其实就足够进行战场遮蔽 那么你武器系统 跟上了以后 领导人 他做决策的时候 他的底气 自然会强一点 这是一个因素 就是军事上的准备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 2020年之前 就可以完工 最关键的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习近平这个人 他不是干十年 就愿意下岗 这次他把孙政台抓了 抓完以后 现在好不容易就 下一代领导人 被当时培养的 就剩一个胡春华了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胡春华七摇八晃的 现在能不能继续混下去 还不知道 那么在这个 过程中间 他完全的就体现出来一点 习近平他想继续 继续干 继续干你作为一个 领导人 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领导人 我们一般称为叫 公大莫过于开疆 就是说你 你这个皇帝 你最大的贡献 就是什么呢 开疆辟土 那你现在如果说 你跟别的国家去打仗 不管周边哪一个国家 你去开疆 这可能性就没有了 没有了就怎么办呢 那就退而求其次 叫收复故土 就我们经常听那个 宋朝 你看宋朝的口号 叫收复烟云十六州 你习近平如果说 能够收复台湾 你也会在全国范围内 加分 他就不仅仅是党内的 质疑的声音会减少 全民对他的认同 也会增加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既能获得名望 又能保住实际的统治权 甚至有可能会更改政体 是吧 我们今年看到了这个 春晚他原来预定了一个 泰山的一个风扇的会场 已经布置了大半年了 最后临时被取消 这个被取消呢 确实是 可能全国也好 整个华人世界的反应 确实是很厉害 为什么说很厉害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 到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的帝王 充其量也就那么十来个 都是 自己认为自己 很有才德 很有这个纪念意义 可以攀比 姚舜宇 汤文武的 能有这么厚脸皮的 确实不多 但有几个呢 也能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习近平他要搞呢 确实这个 就不是争议的问题 这个就是 确实有点挺不要脸的 所以呢 他可能也想 做一番事业 你比如说在他任内 我把台湾收复了 是吧 我死掉一代年轻人 不就减少几个光光汉吗 我正好现在多三千万男的 找不到老婆呢 是吧 然后完了我们也知道 台湾和清朝的时候 它不一样 台湾 在电子行业 在科技上 它有一些自己领先 这个世界 最起码在亚洲地区 它是可以称雄的一些 值得 中共惦记它 就是祖国现在需要你 所以呢 在习近平任内 开始武力 统一的号角 极有可能被吹响 中共的这个 对台湾的这个思路 它这个变化 是随着国际社会 而来的 它并不是自己空想 第一代要和平的统一 是基于毛泽东和蒋介石 都是旧文人出身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概念 是根深蒂固 江泽民时期 这个邓小平时期开始啊 江泽民时期 他是没有办法 为了一个台湾放弃 国际社会的 这么大的援助 这么大的市场 你不管从经济上 从政治 他不具备 对抗 整个世界的能力 所以他们选择了 引毁 或者说 折腐 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傻大胆 他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生活在 幻觉中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中国 会被整个世界封堵以后 活不下去 在他眼里面 即便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他也会试一试 因为台海的后果很严重 国际社会在 确实看不到 中共有任何一丝改变的希望的时候 他就会实行制裁 制裁我们知道 最多的来源于贸易 没有外向型经济了 没有国际贸易了 甚至没有石油的这种进口了 那么海上的生命线被掐断 因为台湾进入武力解决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避免了 你霍尔木兹海峡 印度洋 马六甲 南海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 中国的海上通道被掐断 很吓人 听起来很吓人 有些人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我告诉你 可不可能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 一带一路 就是破解的这么一个策略 所谓的 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 就是防止你被掐断 陆地上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那才是真实的 那条路虽然说到欧洲 如果说你真正要是打台湾 可能欧洲也会制裁你 但是你别忘了 去欧洲的这条路上 全是比中国还要差的 低度开反国家 你说专制 我告诉你 这条路上 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好 它也是专制 只是因为它太小 没有人愿意去输 甚至有一些 因为涉及到政治需要 西方主要的国家 也不愿意去批评它 不仅仅是中共在搞统一战线 人家也不是傻 他们也在 所谓的这个封堵 海上可以 你能封堵得了 陆地上的封堵 可能性还真不大 一带一路的实现 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在陆路上 找一些突破口 去产能 抛售一些初级工业品 这种可能性 一直是有的 这也就是这两年 所谓的一带一路 炒得轰轰烈烈的原因 海上有一些布点 租用的一些码头 建的一些港口设施 在未来极有可能被冻结 但是它的时间不会太长 我们知道有一些港口租用的时间都是99年 你对中国大陆的封堵能够保持99年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海上的一些布点 不管是 未来谁去使用 其实这笔钱都没有白花 中共呢 花了很多精力 来研究 未来国际社会 因为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导致的这个封堵 因为除了台湾危机以外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国际社会制裁的理由 至少我们现在看不到 那么这个制裁呢 它极有可能是 会实现 我们看到 因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他会选择武力统一台湾 不要以为他不敢干 不仅他敢干 而且他有国民的意愿作为基础 各个三头也会团结一致的支持他 因为在这一点上 没有任何分歧 至于说军队能不能战斗 独身子里愿不愿意上战场 这东西我觉得没必要考虑 因为在这种极权的体制下 领导人的意志 他被赋予行动的时候 任何一个 哪怕是一个高级将领 你都没有权利来阻拦他 更不要说士兵了 六四的时候 徐行先少将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大家不要去研究这些东西 这是假命题 没有必要为他浪费时间 习近平在没有能力 让中国的触角 伸得更远的时候 他就会反过头来 收复台湾 在他的任内 解决到这个问题 会为他下一步的 持久掌权 永久执政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现在关注就会向他 招待 这个问题 也就是 对 这一个 我要 冲